男孩乖巧地坐在饭桌前 妈妈却直接把滚烫的粥泼在他头上 男孩被烫蒙了 他拼命地揉脑袋 却不敢发出一点儿叫声 小杰今年才九岁 可自打他懂事起 就没少被家暴 很多次 他都被打得摊在地上爬不起来 但到了第二天 却又是一副开心的模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只有他自己明白 他们的家早就直立破碎了 爸妈的感情一直都不咋的 在外双双都重新有了人 偏偏爸爸又是个 只准周冠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主 一次 他发现了老婆出轨的证据 就来质问小杰 你妈不会开车 是谁开车带你们出去玩的 小杰自然不会说 爸爸怒了 他粗鲁地把小杰推到墙上摁倒在地 又一把扯过他的脚 把他吊了起来 显然这并不能解气 于是他又把儿子关在柜子里 自己去找老婆出气 小杰落寞地坐在里面 担心着妈妈 突然柜子门被打开了 一抬头是妈妈 小杰惊喜地叫着 妈妈却一脸冷漠 他质问 你这兔崽子 是不是把事情全告诉你罢了 小杰懵了 小小眼睛里全是疑惑 我啥都没说啊 可妈妈显然不信 过了几天 他借口小杰太胖 打算把他送到特殊学校 小杰默默地走出家门 恰好看到了邻居奶奶 他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 但奶奶还是从笑容里发现了不对劲 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邻居奶奶虽然不是亲奶奶 但却在他一直很好 每次他被妈妈打了之后 就会躲在角落 奶奶都能第一时间找到他 帮他把身上的脏东西弄掉 又给他东西吃 这事上也只有奶奶 能看出他笑容背后的痛苦 得知小杰要去特殊学校后 奶奶生气了 他质问妈妈为啥要这样做 妈妈一脸不屑 小杰又不是你亲身的 你管得着骂你 这一切都被躲在楼梯里的小杰看到了 他立马跑进来 笑着说 妈妈我愿意去那个学校 你别为难了 在这个世上 他最爱的人除了奶奶就是妈妈 他宁愿牺牲自己 也不想让这两个人争吵 谁说世上只有妈妈好 儿子想要先吃饭 妈妈直接一脚把他踹在墙上 拿起球拍 狠狠地抽了下去 一下 两下 三下 球拍重重地落在了小杰身上 剧痛让他忍不住大叫救命 妈妈却瞒脸恶摸地继续抽打 姐姐害怕地躲在旁边 捂着耳朵不敢看 他知道 弟弟是个乖巧的人 妈妈打他 不是因为他犯了错 只是妈妈单纯地想宣泄情绪而已 很快妈妈爽够了 他拿着衣服就出了门 摊在地板上的小杰忍着疼痛 扶着旁边的椅子 慢慢爬了起来 一边说自己不疼不疼 一边朝着冰箱走去 他打开冰箱门 拿出一根火腿 开心地吃了起来 果然食物能治愈一切 就在一年前 九岁的他 刚刚被妈妈送到特殊学校 迎走前 奶奶给了他一个饼干盒 一打开 是一堆明信片 还有一封信 小杰 如果你感觉到孤独 就写明信片给我吧 我一定会收到的 奶奶的温暖 让这个一直坚强的小胖子 再也控制不住了 他在车上大呼 如果可以 谁愿意做一个懂事的孩子呢 一年很快过去了 小杰抱着饼干盒 开心地跑回来 却没有看见奶奶 妈妈也和爸爸离婚了 小杰想去找奶奶 妈妈却粗鲁地 把他推到了车里 带着他离开 而那个饼干盒里 还有最后一张明信片 上面是一家四口的画像 可如今看来 这张明信片再也寄不出去了 离婚之后的妈妈 性格更加喜怒不定 他每天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 出门和男人们玩耍 有老婆的没老婆的 他都想玩一玩 不开心了 就打小杰出气 小杰就在这个环境里 长到了17岁 在这几年里 妈妈每天依旧会带着 不同的男人回家 看到小杰 也依旧是厌恶的模样 格小杰还是不离不弃地跟着他 这件事妈妈的生日 小杰早早地就做好了办法 等他回家 可妈妈一回来 就把饭掀翻 又不断地殴打他 不用想 肯定又是被男人甩了 这次小杰不想再忍了 他第一次做出了反抗 你被男人甩关我什么事 妈妈生气了 你竟然还敢反抗 他跑到厨房 拿起了刀 对准了儿子 这种畜生根本不配当妈 在外给人当三倍甩 回来就用刀砍儿子 发现怒火 鲜血喷涌而出 小杰坐在地上 痛苦地捂住伤口 他大声质问妈妈 你就那么恨我吗 此刻 妈妈也疯了 他让小杰赶快滚出去 最好永远别回来 这话一出 小杰心如死灰 他选择离家出走 转眼又过了六年 小杰靠着自己的本事 在一家公司站稳了脚跟 上次对他很喜欢 他还认识了一群好朋友 终于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通过社交软件 他联系到了多年未见的姐姐 姐姐现在在美国 他也很久没有见过妈妈了 小杰让他别把自己的联系方式 告诉妈妈 可姐姐还是说了 没多久 小杰就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让他去参加一个葬礼 这是妈妈情人的葬礼 情人有家庭 看着妈妈苍老的模样 小杰心里很难受 他再次选择了原谅 留在了妈妈身边照顾他 就像小时候那样 每次把他打了 他都会趁着妈妈睡着试 替他盖被子 没多久 妈妈病了 小杰就在一旁贴心的照顾他 为了让他开心 小杰就做了他最爱吃的烟南瓜 妈妈什么都没说 却还是好好的吃完了 小杰体贴入微的照顾 终于感动了妈妈 他说出了一个秘密 原来当初怀小杰的时候 他是想打掉的 可婆家人非逼他生下来 这本来就已经很痛苦了 结果杰爸还在他怀孕时出轨了 从小他就生活在没有爱的家庭里 小杰的外婆经常打他 本以为杰爸会给他爱 没想到给他确实背叛 所以这么多年来 他一看见小杰就很烦 谁让小杰长得像杰爸呢 这些年 他一直周旋在各种男人之间 想得到爱和关心 可他们都选择背叛 谁能想到 最后竟是他一直虐待的儿子 被他走过生命最后的时光 这天阳光正好 妈妈第一次嘲笑杰露出了笑容 对他说 谢谢 看到妈妈的笑容 小杰彻底释怀了 同名的阴影 却是让他很痛苦 可怨恨有用吗 只会让自己像妈妈那样 变成一个疯子 倒不如选择原谅 放过别人也是放过自己 好了 剧情电影 不管妈妈多么讨厌我带给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见